Hello 歡迎收看Mama College 今天想跟大家說回上星期我去QE 上課產後護理課程 大部份都是說生後如何處理嬰兒 不過其實媽媽都有幾件事要關注 例如我們首先會有子宮復舊 意思是我們生嬰兒時子宮放得很大 然後其實慢慢生嬰兒便會收縮 很多時候生嬰兒便會搓一下子宮 幫助他收縮 或者如果我們生嬰兒 立即去餵母乳也會幫助子宮收縮 除此之外那一堂課程也有說 我們會有惡露 即是會流血出來在子宮 所以大家也要記得 帶著一些衛生的用品 去到醫院時便可以惡露 當然還有傷口護理 如果我們自然分辨的話 我們便會有傷口 所以當然要好好護理它 譬如不可以受太多刺激 如果我們要清洗或擦 那時候便會用一些比較柔軟 或者不會黏黏黏 或者碎開的紙巾 來護理陰道 然後當然還有乳房的護理 尤其是我們衛博母乳 可能會有很多奶出來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市面上 都可以買到一些胸膜 可以放在自己的胸圍那裡 不怕奶太多的時候 搞到到處都是 其實護理就主要這四樣東西 在課堂的時候 姑娘也有說過 例如做媽媽生完寶寶 應該什麼時候可以落地 或者什麼時候洗澡 她跟我們說 一般孕婦六個小時後 就會自然可以去到小便 去小便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落地 但是那一次落地 其實也要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很急地落地 動作慢一點 或者叫人扶你 因為其實生嬰兒的過程都很累 所以可能會容易頭暈 或者沖血 或者站不穩 所以最好找人扶一下 她也不建議馬上洗澡 如果你不是要過一個月不洗澡的話 她也不建議馬上洗澡 建議你去完小便 回去床休息一休息 然後第二次才洗澡 因為免得你在洗手間洗澡的時候 會暈倒 或者太累 所以大家也要關注這幾樣東西 好 那到到 比如回家 她也有說到 媽媽不要那麼快進步 例如不要那麼快煮的 有當歸 人心 綠耳 還有薑醋 這些食物 因為 尤其是第一個星期就不要進補 因為她說我們已經有很多血了 那這些還會是補血的東西 就會變成我們的惡路 會更加多 更加排不清血的 所以 用當歸人心 最好先保持住 不要那麼快用 好了 講完媽媽 就講嬰兒了 嬰兒 嬰兒通常 也會是 生完之後 不會馬上洗澡的幫助她 首先 第一件事 最好就是 埋身抱著她 即是生完之後 醫生最好 就馬上抱到她的胸口 做一個身體接觸 Contact bonding Contact bonding 很多研究都講過她的好處 好處就是 第一 立刻刺激到我們 有初雨 第二 第二是可以保住嬰兒的溫度 讓嬰兒的溫度不會流失 可以保暖 第三是嬰兒會立即有安全感 而且嗅到你的味道 就會覺得很緊密 這個聯絡聯絡 又可以給予很多溫暖 所以還可以幫助到嬰兒的發展 所以大家記得 生完之後可以抱嬰兒 抱抱嬰兒就抱 就算不立即在產房裏做 去到自己的房間 看看可不可以要求做到這個聯絡聯絡 因為是非常好的 如果可以立即放在你的心口 你已經立即有使用到 沒有嬰兒 當然可以立即餵 因為頭幾天 人奶的初嬰兒 是很豐富的 雖然不多 很少 亦比之後的奶更稠 但那種奶的濃度高 容易消化 還有很多抗體 可以幫嬰兒打低細菌的抗體 而在奶粉是找不到的東西 所以初嬰兒是少 但濃度高 而且容易消化 所以嬰兒會很健康 吃了之後 吃了之後 那呢 胃部初遇的時候 記得大家不要擔心這些 這麼少的嬰兒會不會不夠呢 不用擔心 因為嬰兒的兔子還是很小 所以她吃很少就夠了 但問題呢 我們就要餵得密一點 因為她吃得快 又快消化又不多 所以就要每三四個小時 就要餵一次 但在頭一天 可能不多奶的時候 其實就可能二十四小時 餵到三至四次 但不要緊的 嬰兒出生的時候 她剛剛從我們人體看出來 她還多了一些營養 在自己的身體上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她不夠營養 但是譬如直到第二天 第三天 通常第三天 人奶就會多一點出來 可能就真的要每三四個小時 餵一次 每天餵八至十二次 再提一提大家 就是人奶已經有足夠的水分 所以不用再加額外水給她 因為你加了額外水給她 反而是不好的 因為還佔了她的胃的位 而且也不用再補奶 如果你全沒有魚 就不用額外 再補奶粉 那怎樣知道寶寶吃得夠不夠呢 如果我餵母魚 因為不是有個瓶 測試著多少 就是看她們的便便 譬如第一、二天 每天最少便便一兩次 還有PP一兩次 到第三、四天 最少有三至四次便便 還有PP 到五天 又要五次以上 PP和PP 這樣便為之正常 其實看看寶寶有沒有重度 亦是可以 亦是知道她有沒有吃得夠的方法 譬如剛才 姑娘也說到 每個月應該有0.5kg的增磅 每個月 所以大家可以每個月 或者每個星期都可以放重 那如果有重度 那現在就不用太擔心 她吃得不夠的 那然後呢 唉 很多話說 哈哈 整張貓子 那呢 還有餵母魚 就不要等她哭 那時候才餵 大家觀察一下寶寶 究竟她有沒有口蜜蜜 手餵餵 這些全部都是她肚餓 想吃東西的Q 那你不用等到她哭 才可以觀察到她的動靜 就已經餵她了 那然後呢 那當然 餵到母乳就好 但餵不到也不用感到不開心 不舒服的 那如果 所以都說少少 如果你是Bottle Fit 不是餵母乳應該怎樣呢 那就買些是For Infant 就是剛剛出生的奶粉 當然要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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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也有說到 如何混合水和奶粉 就是先加水 然後後加奶粉 那奶粉 記得留意她們什麼時候過期 還有 記得洗奶瓶 那姑娘也有說過 如果奶瓶24小時都沒有用 那一定要再消毒清洗過 那還有那個溫度 一般來說 都是 你用 滾了的水 然後 放冷 半個小時 就變成大約70度 那你可以用這個Risk 試試水溫 那如果大約70度 就可以 可以 冷水 就可以加水 加奶粉 就可以餵嬰兒了 那 然後 還有 還有 嬰兒的東西 就是她出生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鉗 鉗著瓷帶 那個瓷帶 就要好好清理它 回到家 用70%的酒精 就可以用一個玻璃 擦 那套 那個瓷帶 但是 記得 一方的擦 不要擦 那邊 又回頭 不然 菌 都會弄髒了 那 說回 一件事 就是 BB 其實出生最好的 Normal Range 的重量 就是2.5 至3.99磅 如果輕過 或者重過 可能 兒科醫生 都會特別關注 看看她們怎樣可以 加重一點 或者看看 要不要 過重的BB 要不要控制一下 她們 沒有過重 或者會不會是 有些 什麼 病 都會幫你們 Extra Check-up 所以 說回 Check-up 以及 重量 其實 那一堂 都有說過 如果BB 她們出生之後 其實她們會去 很多水 如果她們的重量 就是 排水 大概7% 醫生 都會讓你們回家 但是如果 排水 即是收水的情況 是比 本身的重量 大於7% 那就會 要見 醫科醫生 甚至乎 本身的重量 沒有了10% 即是收水 收水 10% 應該醫生 都會叫你留院觀察 就不會讓你回家住 好 都幾多話說的 到回到家 還有 洗澡的事情 提及過 洗澡的水溫 溫度要37-38度 跟人體的溫度差不多 記得 用探熱針 來檢查溫度 或者 你可以用手腕 看看溫度 舒服 然後 剛才說到 池帶 要抹 大概5-10天 池帶 會脫出來 也要注意 衛生 手指甲 不要那麼快 幫牠們剪 因為初初 是很軟 未硬的 所以可以不幫牠們剪 但剪 也不要用指甲鉗 用嬰兒的指甲鉗 因為嬰兒的指甲很小 你用成人的指甲 就會容易弄到牠們受傷 黃嬰兒 通常在3-5天 是高峰期 留意著牠們會不會有過黃 過黃 可能要跟牠們回醫院照燈 就會蒙著眼睛照 就會幫助牠們 減低黃嬰兒的風險 其實黃嬰兒也是因為肝 還未完全發展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好 還有一件事還未說 就是 嬰兒一出生 通常會打兩種疫苗 包括卡戒苗 和月形肝炎 通常會再加一針 就是維他命K 幫助牠們的血 可以鎖 如果受傷的時候 可以康復 也不會流血不止 嘩 好 講講下已經十二多分鐘了 希望今次不會講得太快 也不會太資訊 但因為這一課真的遮蓋了很多東西 所以比較多話說 那 希望我今次的 summary 可以幫到大家一點點 好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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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